希望做出来结果,类似涨这样 把这些清掉,清除 然后第一步,这个是输出公式 不过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我这边里面全部都用名称来代替 也就是说,如果我全部都用名称来代替的话 那我以后丢公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公式 其实什么都不用做修改 直接把公式贴上去就可以了 完全不用修改 但是呢,如果你要完全不用修改的话 可能还要再做一些事 像刚刚我们是,这个号码部分的话 好像本来是用A2 可是特别是,其实如果说你要全部都把它改成名称的话 那记得就是说,你这一个栏位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名称 那名称,范围在哪里?范围在下面 所以一般习惯是,Ctrl就会向下 然后呢,这个选起来,这个名称叫号码 然后这个范围对应到就是101年的几率 不过因为这个名称,它因为是10,数字开头 所以你可能要前面再加一个底线之类的吧 或者加一个其他符号 也就是每一个,每一个上都是把它定义成上面的栏位 可是跟各位讲一下,如果说假设像这边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五个栏位你势必要定义名称要做五次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不想要做五次的话 其实一次就可以了,怎么做?把栏位名称跟范围一起选 就是你的名称在上面,你的范围刚好在下面 然后有每一栏一栏一栏的话 这边有五个,你可以批次全部完成 怎么做?做一次,选五个,Ctrl去的向下 也就是说呢,名称刚好在上面,范围在下面的话 那你可以用公式里面有个功能,叫做从选取范围建立 然后呢,名称在哪里呢?名称在顶端列 你就按确定之后的话,跟各位讲 它会产生五个名称 刚好就是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它的范围刚好在下面 你就不用手动做五次 OK,这边最后,这边有个功能 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手动,只是不要浪费时间 公式从选取范围建立,顶端列,按确定就好 因为我刚刚已经做过了,就按确定 那它会帮我产生五个范围 那这个是号码,所以号码在这里 点一下,自动键 那101年,它还蛮人性化的 因为它不能数字开拓 所以它会自动在前面加个底线 有没有,这边加底线 那这样的话呢,就逐一逐一的 做完之后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改公式 哪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以后本来是A1 A2,你就直接这个地方就直接指 那一栏,那个栏位名称F3 把号码给它就可以 本来是A2 这个时候你给号码就可以了 它就会自动知道说 这个范围相对于它这一列就是A2 因为它现在在第二列嘛 所以列号不用给 它自动会抓到是A蓝的第二 打勾就可以了 那以后的话,每一个地方 都用同样的方法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加这个 你就是不是用刚刚是点 你就是用等于 等于哪一个呢? 就F3 101年的几率 加上 这边就用加 加上F3 102年的几率 打个勾 这个公式 底下就全部 用名称来代替 那RANK 的话 特别注意哦 比较特殊 你会发现这个是什么 合计 F3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下面也是合计 为什么合计 上面合计跟下面合计 结果是对的 我跟各位讲 如果说它要的资料是一个LUMBER 它自己就会抓一个 可是如果它要的是一个REF REF 的话 它就是一个范围 或者甚至 这个有点跟之前讲过那个ARRAY 或者是RANGE 有点像 REF就是REFERENCE 就是参考的范围的意思 它就会自动去抓到的是一个范围 OK 所以特别注意 抓到的话 ORDER的话是要排序 0或省略的话就是递检 有没有递检 那我们就是递检 所以这个地方就省略了 就不用输入按确定 就可以自动帮我把这个排序给全部做完 而且你会发现 全部都名称了 那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写VBA的话 非常简单 就直接怎么样 先写一个热透彩 SUB热透彩 然后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里面的话B栏放什么 把这个的公式 直接怎么样 贴到这个刚刚的这个里面 这个公式 一个字都不用改 直接贴过来就可以了 那底下的也是一样 这个贴 每个都用贴就可以了 完全一个字都不用改 如果你执行的话会成功的 其实基本上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把它清空 然后再执行 OK 完全都不需要修改 直接就可以怎么样 把结果给出 所以以后 假如说你们要 怎么样 就是说呢 写VBA能够更简便一点的话 有个方法 把它全部都用定义成名称 然后呢 你就直接把那个做好的公式 贴到我们之前讲的 有没有 的后面 之前讲的怎么样 双领套 因为不会有双领套 第二个呢 因为它也不会有列 不会A2 A3 不会吧 所以直接贴 就马上OK了 所以回去你们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你要 把那个定义名称 这个部分 要做熟悉 因为我这做不熟悉的话 后面应该 主要是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对定义名称 完全没用过或者很少用的 我建议你可以大量去用它 因为没什么问题 OK 而且跟VBA搭配也非常好 那剩下来的话 下一次我们要讲 回去你们可以这样 如果排名我希望 把前七名的颜色做变更 底色可能也许啊 图一个什么 图一个底色 比如说12号 第7 然后21号第2 有没有 那另外还可以清楚格式 这怎么做 另外的话最好可以把 把前七名 直接列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个清楚 所以哦 今天因为时间 可能要讲完这个来不及 所以回去请各位自己再 试试看哦 把那个排名在前七名的 底色换个 可是其实本来是写的底色 可是有个缺点 底色图了 我们还要卷动 不方便月 干脆你就列个清单给我们就好了 那两个程式其实有互相关联性 前面如果会写 后面也会 其实前后是差不多的 甚至哦 还有同学哦 这个列完之后哦 那同学说老师 这个是按照那个顺序排 他不是按照1234567排下来 所以如果我希望呢 排名在第一的先出现 第二的其次 第三的一直排到第七名的话 那要怎么写 OK 回去请各位先 这个云端上其实都有答案的 如果想要那个参考的话 回去可以试试看哦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 那今天的话呢 我想我们就先讲到那个 乐透彩的重点就是这一点 然后下一次再把那个 后面还有四个按钮还没完成的 我们把它做个Ending 那这个讲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那个第五个单元了 就是检视与参照的部分哦